查零配件是否齐全,它包括工封总成一个,电源一个,充电电源线一对,卤角四只,卤头盖板一块,说明书和保修卡各一份。 使用前的正确安装。 当检查所够产品型号相符配件齐全后,先安装好四只卤角。 再把三个卤角基本固定,然后调节最后的一只角,令整个卤平衡稳定为止。 接着把工封总成的插口对应插入卤体侧面的插口,由上到下插到底部。 电源的双口插必须插向210V至230V电源,把另一端的圆插头插入工封总成的插孔内。 拨动开关,看风机是否处于正常的运转。 气化柴炉还可以使用12V的蓄电池来供电。 在使用交流电供电的同时,还可以把充电电源线的圆插头插入另一个电源插孔。 把它分别引出的红色鳄鱼夹,加到蓄电池的正极,红色部分,和黑色鳄鱼夹,加到蓄电池的负极,黑色部分。 同步对蓄电池进行充电。 燃料的选择 除胜牌节能气化柴炉原料适用广,如木柴、棉花杆、椰壳、机制木棒、植物等密度大的纤维作为燃烧物。 正确的操作 当您选择到适当的燃烧物之后,将手按住退柴锁片,把推进杆退出到最后位置。 打开门扣,并打开炉门,放入25至30厘米长度的木柴,一次大约放入1.5公斤。 注意,柴不可堆得太高,以免顶到炉内的圆管,而形成推柴困难。 然后关好炉门,扣紧门扣。 适当推动推进杆,将燃烧物推至炉口。 一般不要把柴推进太多,以免燃烧未到理想状态。 由于各地燃料参差不齐,使用者必须从使用中总结经验来掌握。 点火的方法和选择 点火前最好先加入少量木炭,或用干的小柴架成小柴架。 点火时,可取纸张、木花、塑料包装袋等来引火。 当火种燃烧后,放入柴架的底部,这样点燃就很容易。 在产生气化效果之前,不宜将风量调得太大,以免出使烟太浓影响效果,也影响快速引火。 注意事项 一、炉具长时间使用后,炉身会有一定的热量,所以用户要注意不能用手触摸,以免烫伤。 建议在炉面的上方放一个隔热架比较好。 二、在有电器的地方严禁粘水,以免破坏电器部分。 三、由于木柴类燃烧时会有很多煤烟油,所以在停止使用时,请将推柴杆拉回门体方向,以免油渍把推柴杆粘住,使下一次使用时费太大力气,也影响本炉使用寿命。 四、新用炉具时,由于保温体有水分存在,门体会有一些水蒸气类微烟跑出,这是正常现象,不影响使用。 五、刚使用完后,在盖炉头盖前,请先把推柴杆退回去,把再燃烧的柴炭尽量拨回炉门这一边,然后再盖炉头盖,这样既能加快熄火,减少余烟,又能减少耗柴。 六、切记先把风门关闭,再关开关,以免热量倒向风机端,损坏风机。 六、长时间不用本炉时,请将电源从插座中拔下,不要让它长期带电,以延长电源的使用寿命。 七、放柴时,高度不应超过炉塘高度的三分之二,避免卡死,造成推柴困难。 除盛节能企划柴炉,操作简单,使用方便,或立刻根据不同需要进行调节。 炒菜 煲汤 煮饭 煮饭 节能又省时 煮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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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煮饭